我覺得這個政府非常可惡的地方就是 她現在要求這些基層公務員 什麼台電 警察 反正她只要魔掌可以生得到的地方 全部都要人家節電 可是我們知道蔡英文 她為了躲年金改革的這些人 她常常都關在總統府裡 而且我們也聽到之前的時候 就有總統府底層的員工說 都要我們開29度以上 可是這些高層官員 裡面都穿外套 23度 現在大家大概也沒有辦法進去看看 蔡英文的這個辦公室 是不是你真的有做節電措施 你不要死都叫別人死 你叫別人去節電去忍受 然後你自己在那邊爽爽的吹冷氣 我覺得治水的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就是說整個民進黨 它其實沒有把老百姓放在心裡 你看看人家這樣淹了三天 你作為一個領導人 你有沒有一點同理心 你還在那邊半開玩笑 你有沒有淹到 我真的覺得 我們台灣選出這樣子的一些領導人 真的是台灣的悲哀 週一到週五 新聞深喉嚨 有多深 花多深